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731集 聂曾和铁玲珑都觉得自己最先发现了刺客 同时扑了过去 只有楚南平严格执行杀手原则 跃向刺客的退路 两人专心于竞争 全忘了对方能混进守卫森严的军营 绝不是普通的高手 等到狭盗突然失去目标的时候 再猛然一惊 这不是金锋宝那种行事低调的刺客 躲开两名杀手的攻击之后 闯入者没有夺路前逃 反而干脆露出真身 跳到附近的一根高大旗杆上 纵伤大笑 楚南平巧蒙声的刺出一剑 那人拔剑还招 顺着旗杆 又向上窜了树池 楚南平没有追赶 落回地面 他已经知道自己没有胜算 中原青城派邓元雷 拜见龙王 话音刚落 做出回答的却不是龙王 一个老妇人坚声叫道 邓挫子 给我解释清楚 邓元雷曾经拿昏迷不醒的 图翩翩当兵器 事后他听说之后 一直耿耿于怀 哈哈哈哈 图翩翩 你们空同派卖国求荣 向一名忽人效忠 还有脸让我解释吗 混蛋 谁说我向忽人效忠 你 说话见 一个矮胖的身影 已经扑向旗杆 长长的拐杖刺向邓元雷 邓元雷常见在拐杖上 借力一大 跳向另一根气杆 实话实说 偷翩翩 你的武功的确不如你弟弟 接下来 邓元雷脸色微薄 不过转眼的功夫 四周已经布满了人 或高或低 或明或暗 堵出了所有去路 他再次大笑说声 哈哈哈哈 龙王 我来送信 可不是来闹事的 送信就正常走路 用不着学猴子 顾省为大声说 人已经走到旗杆附近 胡适宁训练出来的少年杀手 虽然晚了一步 包围圈却滴水不漏 聂曾爷已经改正错误 老老实实手微一脚 图翩翩没注意到四周变化 他被邓元雷的挑衅所激怒 纵身要追 被后赶来的图狗拦住 师姐 这里是龙王的军营 那要怎样 他管得着我吗 话是这么说 图翩翩还是指出脚步 灯元雷低头瞧了几眼 跳到地面 昂首前行 好像根本不将重杀手当回事 到了龙王面前舞步 傲然说道 清城派掌门 听说龙王刀法不错 有意讨教几招 龙王若是不闲 就请选个日期与地点 我为什么要跟清城掌门比武 灯元雷一愣 默然而笑 龙王若是不敢 穆老头突然冒了出来 老气横袖地打量着灯元雷 老头听说 清城派掌门夫人床上功务不错 有一讨教几招 你也选个日期与地点吧 灯元雷冷哼一声 哼 这就是龙王的代课之道吗 不是 郭神威走上前一大步 尽量拍出三掌 两人曾经交过手 彼此知道些根底 龙王若是手中有刀 灯元雷会忌惮三分 如今两手空空 他在意的就只是周围诸多杀手 当下回剑反击 却朝朝留有余地 剑来掌往 三招过后 两个人各自后退 灯元雷笑道 龙王好章法 不过跟我清城派 话音未落 双腿一转 竟然跪在地上 你 小月堂的迷药 顾声为留着不少 第一次比武时 为让对方心服口服才没用 这回他可不想 只兵肉掌对付清城派高手 尤其这位高手深夜闯入军营 十分张狂 穆老头知道 龙王用的是什么手段 不等灯元雷指名 跳过去 现在他胸前狠狠戳了一下 随后抬手上了一个巴掌 小小清城派 就算你们掌门亲临 也没资格跟龙王说话 你现在害怕了 就饶了 不再装模作样了 灯元雷心里一万个不服气 当众挨巴掌 更是又羞又怒 可胸手憋着一股浊气 脸色胀红 就是说不出话来 许多士兵都出来看热闹 无不派掌哄笑 龙王 怎么处置这个死皮赖脸的家伙 墨老头比跪在地上的灯元雷 高不了多少 右臂搭在对方头顶 兴奋地问道 扔出军营 啊 就这么简单 郭神威点点头 抬高声音 让周围的人也能听到 青城派想向我讨教 随时来都行 用不着指定日期地点 可若是再有人敢鬼鬼祟祟 混进军营 斩首是中 墨老头按着灯元雷的头 点了几下 他听到了 怕他不行 说今后再也不敢辣 两名卫兵走过来 驾着灯元雷向营外走去 墨老头 跟在后面 时不时地踹上一脚 觉得没有好功能的束缚 实在是大为爽快 士兵们退回帐篷 继续睡觉 方文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 两手喝拢 紧紧握着刀剑 伦王 没事吧 没事 郭神威接过兵器 示意阿哲巴跟自己走 方文士尾随在几步之后 倒下是伦王的保镖 阿哲巴离得近 虽然没有看清伦王的手法 但是很清楚 他能迅速击败对手 靠得不是真功夫 这就是我 必要的时候不择手段 该用迷药就用迷药 这个人跟我交过手 武功不比我差多少 最后还是免不了受辱 郭神威也没有刻意隐瞒 方文士直摇头 龙王要是真的不择手段 就不该实话实说 阿哲巴更加迷惑了 龙王在他眼里越发千奇百怪 龙王不打算比武 他记得很清楚 龙王参加过好几次 我不接受别人硬塞给我的比武 老汉王会跟敌军首领决力吗 你会放下弓箭跟对手比刀吗 大家都选择对自己最有力的方式 我拥有千军万马 清城派掌门自是武功高强 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取得先计 阿哲巴低着头 觉得龙王的话似乎有理 又似乎没理 方文士暗暗点头 心想龙王不知从哪儿学来一些新招 龙落部署的手段 可比从前更成熟了 他们到了关押萨满的地方 一名卫兵提着油灯 引两人进去 四名萨满坐在地上 身上都有不少伤 看到龙王全都发起抖来 一名年轻萨满抢着说 龙王我全招了 真的我就见过寒暄一次 跟你无关 年轻萨满如是重负 大萨满的目光中 记恨且怕 我把自己知道的事情都说过了 不妨再说一遍 几年前 龙汉王让法师在金氏军 尝试新法术 法师 阿哲巴疑惑地问 哪一位 西域得一楼的人 顾声没说 阿哲巴知道那批人 甚至见过其中几个 就是他们以老韩王的名义 将尚管儒等人 关进监狱 那的确是一群怪人 非常古怪 随着年岁增长 老韩王对身边人的疑心 也越来越多 从一出生开始享用 无数忠诚的他 到了晚年 却觉得忠诚少得可怜 得一楼弟子向他展示了 许多奇妙的法术 尤其是在掌控人心方面 更让他兴奋不已 于是提出一个大胆的计划 金氏军是老韩王最核心的力量 他不信任服役十年 就返回家乡的贵族军官 只信任那些从生到死 都效忠于他的士兵 即使这样 忠诚还是显得不够用 得一楼的催眠之术 有许多局限 但是对加深某种固有的情绪效果 却不错 老韩王交给他们的任务 就是让金氏军士兵 死心塌地地 只忠于自己一个人 这是一项秘密计划 绕过了所有将领与军官 就连大都尉 也只是略知一二 军中萨满被选为法师的助手 组织士兵进行简单的祈祷仪式 这本是他们的职责之一 因此 从未受到过关注与怀疑 头一年 得一楼弟子几乎每场仪式都参加 有时敲动声响 有时加入一些奇怪的发音 有时单纯观察 萨满们从来就没弄明白 法师们的花招 只是遵守命令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两年之后 得一楼弟子不再来了 他们大概是觉得 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 老韩王也失去了兴趣 士兵们却已经养成祈祷的习惯 几名萨满没有接到结束的命令 也继续主持下去 西域客人来到龙庭不久 法师再度现身 还带来一名女子 女子自称叫韩琴 展示更多的法术 彻底征服中萨满 她不是人 她是妖魔 非常厉害的妖魔 谁也不能反抗她的意志 大萨满的声音里 有一股深切的绝望 萨满们都领略过 妖魔的床上功夫 顾审为再一次做出解释 阿哲怕觉得自己陷入迷雾 大萨满和龙王所受的一切 都超出了她的理解范围 得一楼弟子的尝试 即是取得了部分成功 老韩王活着的时候 迹象并不明显 在他死后却渐渐发酵 终于成为一股出人意料的力量 却没有任何人能够加以控制 就连得一楼弟子也不能 相比之下 一只迷迷糊糊的萨满们 比其他人都占有优势 小鱼堂弟子韩秦 最先发现这股力量 虽然无法控制 却可能加以利用 他严格执行 御众师的命令 要借其挑起一场大规模的混战 士兵们只是一时糊涂 总有办法让他们明白过来 阿哲巴仍不信邪 如果时间充足 士兵们自然会淡忘这些灌输 可我们恰好没有时间 阿哲巴用力敲着太阳穴 希望能从脑子里挖出一点主意来 给我一次机会 我要让戒指军恢复正常 顾慎为寻思了一会儿 你有两天时间 全军需要两天休息 这是顾慎为最大的让步 两天 要改变成千上万人 几年来形成的思维 阿哲巴用力点点头 对自己将要执行的兼具任务 没有太多心理准备 外面起了一阵狂风 帐篷摇摇晃晃 顾慎为与阿哲巴同时握住刀柄 两只利爪划破帐篷 红顶大篷从天而降 尚未合拢的双翅 几乎充满了整间帐篷 单腿站立 将另一只脚伸向顾慎为 纯红色的眼珠里燃烧着怒火 布满鳞片的腿上 插着一只飞刀 顾慎为轻轻拔出 立刻涂抹止血药 然后拿起飞刀 看到刀身上刻着四个小字 清成掌门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七百三十二集 清成掌门是个什么样的人 图狗拿着飞刀 茫然地重复着龙王的问题 我跟他不熟 啊 师姐 还是你来说吧 干嘛要我说 我跟他很熟吗 图翩翩立声反问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些年来闭关修炼 对江湖上的事情了解得少 这个柳掌门继位没几年吧 图翩翩 仰头望着龙王 神情戒备 目光中一律重重 听说你从小是中原人 后来自封为西域的国王 还学过顾家的刀法 可你现在却统领 北庭人打北庭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很简单 可这跟我想知道的事情无关 顾神为平淡地说 尽量不跟这个男战的老太婆 发生争吵 帐篷里只有四个人 空同派的范庸大 站在一边 轻易不开口 图翩翩的疑虑没有减少 空同派是奉中原朝廷之令 来龙庭的 可不想背着投靠龙王的名声回去 范庸大壮胆插了一句 西域都护魏大人 很信任龙王 曾经对沈师兄说过 有事可以找龙王 所以沈永久死了 被龙王杀死的 图翩翩想起这件事 对龙王的敌意更重 当时情况特殊 沈师兄是以北庭爪牙的身份 范庸大 小声便捷 闭嘴 龙王救你一命 你就把空同派和中原 都忘在脑后了 范庸大面如土色 再也不敢吱声 龙王想知道 青城掌门是什么人 图翩翩拐杖重重一戳 将地上的沾毯 捅了一个窟窿 顾声为摇摇头 不想从你嘴里知道 你既然视我为仇敌 就请立刻离开军营 今后刀剑无眼 大家各使杀招吧 图翩翩脸有点红 身态却依然俱傲 你先把空同派对你的 效忠解除 我那个傻弟弟 就不该自己拿主意 可他说过的话 也得算数 我解除你的效忠 图狗不行 他得遵守 亲口说出的诺言 至于其他空同弟子 我再给他们一次 选择的机会 最后一次 不行 要解除就都解除 图狗脑筋不好用 不能留在这里 让你带坏了 图翩翩得寸进尺 顾声为忍奈到头 我主道兵 这里不是空同派 由不得你校长 出招吧 图翩翩虽然狂傲 眼光还是有的 龙王花烧太多 自己未必能挡得住 于是转向图狗 一起使精尾棍法 我帮你解除身上的枷锁 图狗左右为难 脸红得更厉害 师姐 龙王没解除我的效忠 只要不损害中原的利益 我都是他的部署 傻瓜 他操控着寒王异卫 不肯说出头颅的下落 就是在与中原对抗 凭这一条 你就不用再对他效忠 图狗低头想了一会儿 不行 这样做是在投机取巧 我不能做这种事 图翩翩气急返校 好 你就留在这儿吧 等龙王率领十万大军 入侵中原的时候 我看你怎么办 范庸大 走 范庸大一哆嗦 跟着图翩翩向门口 走了几步 又停下来 轻声说 大师伯 我还是留下吧 龙王对我有救命之案 我不能装着没这回事 图翩翩恶然转身 冷横一声 哼 不愧是空同弟子 我倒要看看你们两个 最后怎么回空同山 龙王 告诉你也无妨 青城掌门武功高强 十个邓元雷也比不上 你自己掂量吧 你要是能凭真本事打败他 前来北京的中原武林人士 从此退避三社 我看你也没有这个胆量 用不着打败青城掌门 我也没有看到 几个中原武林人士 敢靠近军营 图翩翩最后看了一眼弟弟 转身出仗 帐篷里安静了一会儿 吐狗吐出一口气 啊 师姐就是这个脾气 龙王不用在意 我不在意 郭审伟转向泛勇大 你可让我有点意外 有限的几次接触过程中 郭审伟觉得这位空同弟子 不像是敢做敢当的人物 没想到他会当着大师伯的面 选择留下 樊王救命之恩 我从未忘记 可是生性怯懦 报恩之情一推再推 是吐狗师伯给我勇气 有恩不报 我还算是男人吗 郭审伟盯着范勇大 看了一会儿 起身 说说这个清城掌门吧 范勇大站起来 话语间比从前更加谦功 清城掌门叫柳青浦 五年前通过比武 继承掌门之位 我曾经见过此人一次 当时众掌门闭门论武 出来之后 都对他赞赏有加 江湖上也吹捧得天花乱坠 送他一个绰号叫 画物神通 真实身手 却没几个人见过 他用飞刀 顾审伟对中原武林 稍有印象 从没听说过 有大派掌门 擅使案记 范勇大摇头说 自己不知道 他对柳青浦的了解 也就这么多了 土狗一直拿着那枚飞刀 说道 这不是柳青浦的案记 他属于上一代 清城掌门吕通 吕通先是好几年了 柳青浦大概 是要纪念师父吧 龙帆云进来报告说 图偏偏离开军营 几十名空童弟子 尽数随之而去 图狗很不好意思 南南说道 他们都听师姐的 我也没办法 古神为自然 不会怪他 安慰几句 让龙帆云 送他出去 将范庸大单独留下 只剩下两个人 范庸大又跪下了 现在你可以说出真实想法了 顾神为很清楚 这个人另有目的 我知道龙王是个讲求实际的人 就不拐弯抹角了 我希望跟龙王做一笔交易 跪着的人怎么做交易 范庸大善笑着起身 我或许有办法 能将青城掌门的人头 送给龙王 一是保安 二是为了 另一颗人头 龙王留在手里 也没什么用处 老韩王的头颅 中原武林人士 千里迢迢跑来龙亭 争抢的就是他 中原朝廷 会给你们什么好处 说实话 朝廷不会直接给我们好处 甚至不会承认 跟各大门派联络过 是朝中的各位大臣 他们在争夺 献上老汉王头颅的殊荣 空虫派要将头颅 送给魏聪 正是 其实龙王完全可以 自己献出头颅 只要到时候 提一下空虫派 我跟土狗师伯 就能够风风光光地 放回本门 大师伯也无话可说 先说说你打算 怎么对付青城掌门吧 请龙王恕罪 我现在不能说 给我一天时间调查清楚 也请龙王 准备好另一个头颅 红顶大鹏头伸进来 看着顾沈维 似乎在责怪他 没有待在自己身边 范庸大告退 紧张地从大鹏鸟身边 绕出去 顾沈维走出帐篷 检查大鹏鸟的伤势 不是很重 他随时都可以起飞 大鹏鸟的恨意 却没有消退 看到顾沈维手中的飞刀 一嘴叼过去 用力甩了两下 吐在地上 又没有受伤的利爪 狠狠地踩了几下 他不会说话 否则就可以告诉人类 自己是怎么遭到暗算的 顾沈维对此非常疑惑 红顶大鹏飞得极高 怎么会被刘青浦的飞刀射中 方文士远远跑来 也小心翼翼地绕过大鹏鸟 龙王 你不会同意 青城派的比武要求吧 不会 我就说嘛 龙王身为一军统帅 怎么会自贬身份的 跟江湖莽夫比武 我已经派出实质骑兵队伍 横扫方圆百里 把什么青城空桶全都撵走 真是的 开什么玩笑 这里驻王征战 一群江湖人来凑什么热闹 还有 方文士压低声音 那个阿哲巴 龙王有必要这么重视他们 方文士的观点很简单 近视军已经无药可救 除非老韩王附生 谁也得不到他们的效忠 趁着士兵们盲目地敬畏大鹏鸟 就该充分利用 根本用不着给阿哲巴 改变他们的机会 他看了一眼红顶大鹏 这只大鸟受伤 他也不是时候 很可能会影响到 戒士军对他的印象 反正这两天不会开战 没有损失 方文士摇摇头 没有再问下去 龙王总有些奇怪的想法 作为忠诚的部署 他只能接受 望着军师日渐宽厚的背景 郭神威突然发现 这两年来自己的改变 大都与此人而不是上官如有关 奇怪的是 他跟方文士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推心致富 对军师的信任也远远比不过出南平 许是姐弟这些人 方文士的夸话其谈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对每一句话都根据需要进行取舍 可他还是听同建议 做出重要改变 很少有过推却 郭神威抛掉杂四 干脆就站在外面处理事务 方文士告退不久 胡适宁过来报告情况 他对整个暗哨体系做了一些调整 我不敢保证万无一失 可要是还有人能偷偷闯进主杖百步之内 我拿人头向龙王请罪 来回话的人 络绎不绝 顾神威还抽空调解聂曾与铁玲龙的矛盾 将两人同时任命为贴身护卫 一左一右 还有小初呢 铁玲龙问道 他今后不再做护卫了 顾神威看着少年剑客 对他的变化感到惊奇 初南平 我任命你为龙王直属军侍卫 今后归前卫龙半云指挥 是 初南平接受了这一任务 铁玲龙却皱起眉头 好笑的观 等他立功 我会胜他的观 可要是我立功呢 可不可以让给小初 可以 铁玲龙冲初南平嬉笑 转脸对聂曾冷眼相看 顾神威觉得初南平立功的机会 很快就会到来 果不其然 这天傍晚 凤文氏派出去的骑兵回来了 带回的消息 让顾神威不得不认真考虑 倾城派的腰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733集 方文氏觉得自己已经给予中原人足够多的重视 派出十队人马 每队至少五百人 对一队之间保持着相互支援的距离 按理说 对付最多数十人一波的江湖豪客 理应绰绰有余 事实也跟方文氏的预想差不多 骑兵队所到之处 中原人大都望风而逃 只发生过小规模的交锋 可是有一支五百人队 却碰到了静敌 静敌只有一个人 当他单骑独剑冲来时 骑兵们只觉得可笑 因此没有采取更擅长的远射战术 而是纷纷拔出弯道 打算将这名狂妄的挑战者砍落马下 等到这名剑客闯入队伍中时 再想射箭已经来不及了 骑兵们羞于提及当时的战斗场面 可耻辱就刻在脸上 无从掩饰 剑客在七十多名骑兵的额头上 各写了一个字 每伤一人必喊一个数字 让对方记住顺序 就这样凑成一封简短的挑战信 这些人一回到军营 就被军事留在一顶大帐篷里 禁止他们外出 可谣言还是不可遏制的 茂盛繁殖 离天黑还有一小会儿 聂曾无事可做 坐在自己的小帐篷里 心想这人的剑法该有多神奇 可他是杀手 不能像普通人那样 四处打听当时的详情 他在少年杀手当中 也没有交情过硬的朋友 可以私下里交流看法 他希望能有个人 解答心中的疑惑 思来想去 只找到一个人 这可不是一个好主意 聂曾心中这样想着 脚步还是不由自主地 向那顶帐篷卖去 他感兴趣的 不只是京城掌门 虽然龙王与军事没有承认 但是军营里所有人 都相信那名来去无踪的剑客 肯定是刘青璞 帐篷里传出清脆的笑声 明知那是一个老女人 聂曾听在耳中还是面红心跳 转身要走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趁幸而至 即可拜幸而走 小兄弟进来吧 我们正谈到你 聂曾抬起左手 在鬓角挠了两下 下狠心揍了进去 韩吴仙坐在软踏之上 双腿优雅的撇向一边 长裙即怀 他终于肯穿上鞋子了 不是草原女人常见的皮屑 而是一双小巧的绣花鞋 聂曾既往将目光一看 上官员是这间帐篷的主人 却坐在几步之外的一张交椅上 面带微笑 聂沙小业堂叛徒的小组 又聚齐了 正好 我跟韩堂主正说到下一步的气话呢 小聂重新当上龙王的护卫 恐怕没精力再跟咱们行动了 韩吴仙客气地说道 跟他平时温柔软腻的声音相比 就算得上冷淡了 有经理 聂曾既忙说道 只要我跟龙王说一声就行 韩吴仙双手捧着长发 头也不抬地说 你有心事 嗯 有一点 真好 韩堂主可是化解心事的高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是来找你的 不不 我是来找韩堂主的 韩吴仙脸上的笑容多了一些 他眼略扫 声音恢复到平时的温柔 你多入秦王了 你也曾面昏而赤 胡说八道 我才没有 上官云扶展而笑 小兄弟不用脸红 面对韩堂主这样的美貌佳人 连我也心动不已 胡说八道的是你 韩吴仙没有生气 却轻叹一声 唉 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家人 怎么比得上 眼如珠宝的小姑娘 上官云想起韩吴仙说的是谁 龙王的护卫铁玲龙吗 跟聂小兄弟倒真是逼人一双 不过骄傲自大的小姑娘 到处都有 武功性情都是一流的老家人 天上地下却只有一位 眼见着两人打情骂俏 越说越远 聂曾擦眼道 我其实是想问你们 龙王的武功到底有多高 你关心这个做什么 这可不是能随便谈论的事情 上官云略险诧异 连说话声音都放低了 聂曾脸上红韵未退 神色却更加坚毅 你们都说自己不是龙王的部下 有什么不能谈的 韩无先笑了几声 我喜欢这个小孩子 可惜他不肯再背我了 聂曾没有接话 生怕不小心被这个疯女人 抓住了话柄 上官云咳了一声 你是杀手 应该明白一个道理 龙王从来就不是一名武功高手 但他是杀人高手 所以你想知道的是哪一方面 可武功高低跟杀人水平并非毫无关系 对不对 在西域 这两者分得很清楚 可是对中原人 他们好像是一回事 聂曾对杀手与武林人士的区别耳熟能详 但进入龙廷以来的所见所闻 让他的想法发生改变 心中也多了一份疑惑 他来向上官云寻求答案 是因为听说金鹏宝三少主 年轻时曾经在中原广泛游历 上官云惊气得睁大双眼 对韩无先说 我也开始喜欢他了 韩无先笑而不语 将达以解惑的职责 全都交给上官云 就算是在西域 武功与杀人也不能截然分开 上官云正色说道 不再将聂曾当成十几岁的无知少年 金鹏宝杀手第一 武功也是第一 可是一直没有杀死龙王 上官云常叹一声 哎 这是金鹏宝的失误 直白一点说 从独步王以下 包括我在内 都犯下一连串的错误 更早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 当龙王跟河女逃亡的时候 金鹏宝只觉得丢脸 很少有人认真对待这两名杀手 那时的独步王已经开始制定争霸计划 于是将追杀任务 全权托付给手下的刀主 结果 龙王毫发为伤 追杀者却死得干干净净 上官云脸上没有微笑 他是个愿意反思的人 对曾经的失误毫不掩饰 龙王偷走了武道神功 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大绝见经 这两项奇功比金鹏宝的失误影响更大 很长一段时间里 追杀者都把龙王看成比较优秀的杀手 没想到他的武功 已经远远超出普通金鹏杀手的水平 要不是有高僧武功作为根基 龙王照样无路可走 后来金鹏宝知道了 知道了 可这时的金鹏宝发生了变化 独步王不想再当杀手之王 他要将江湖绰号变成受到各国承认的真正王号 作为长远计划的第一步 金鹏宝开始淡化杀手的作用 精力都用在了左肩军队上 可转变不能一蹴而就 在杀手和军队之间 总会发生摇摆 上官云双臂微曲 手心向上 边摇头边笑 好像在回忆儿时的幼稚错误 龙王非常幸运 他碰到了金鹏宝最犹豫不决的阶段 上天也在眷顾他 让他在逃亡时找到了香气之国 就是这样 龙王能活到现在 高朝的武功与杀人手段鞠躬至为 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运气 你想知道龙王的武功到底有多强 我只能告诉你 他的运气才是最强的 因为你是金鹏宝三少主 你也曾没有那么好蒙骗 所以你不肯承认龙王的力量 当然 信与不信 你自己选择吧 不过有一些事情 谁也不能否认 龙王才二十出头 练功不过十余年 出了一部大绝剑经 再无独透功法 除非你相信剑经天下无敌 而且能够速成 否则 谁也不会以为龙王的武功会是最强 聂曾想了一会儿 大家都在谈论青城掌门的剑法 他跟独步王谁更厉害 怪不得你会来找我 非常巧 我跟青城派交往不少 对这位刘掌门稍有了解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他的剑法比不上独步王 跟龙王大概不相上下 可他能用剑在骑兵额头上刺刺 这不是很神奇的剑法吗 韩无先插了一句 我能施展更神奇的武功 但我绝不敢说自己比独步王更厉害 聂曾正寻思话中的含义 上官云笑道 不用想了 刘掌门并非泛泛之辈 但也不是决定高手 额上刺刺的这个人 肯定不是他 不是他 聂曾已经形成思维定势 因此显得非常吃惊 起码不是我认识的 青城派掌门柳青浦 额头刺刺只是噱头 可这个人能在五百名骑兵面前 来去自如 无论胆识与武功 绝对是第一等 真希望看到他能跟龙王比武 这样你的疑问 也能得到答案了 龙王会接受比武 聂曾冒出这么一句 连他自己都不明白 信心从何而来 然后他转向韩吴仙 咬着下唇 由于片刻再说 你能叫我轻功吗 上官云微笑不语 这名少年还是不信任金鹏宝 宁可拜知之甚少的 小爷堂唐主为师 也不想学独不王的圣工 韩吴仙倒是一点也没有显出意外 今天晚上你会吃饭吗 当然会 那我也会叫你轻功 还有许许多多神奇的武功 让你能够轻易打败 绿眼珠的小姑娘 和他身边的眉毛小跟班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聂曾早就想到了 我会再找一张藤仪 乖 去吧 我很快就要用到 聂曾走出帐篷 他想变得更厉害 但是跟争锋吃醋无关 龙王才是他的目标 争锋吃醋的是另一个人 木老头突然跳到他面前 我居然指着聂曾 婆娘跑到他帐篷里干嘛 不知道 聂曾闪身绕开 快步向龙王帐篷走去 天快要黑了 他得执行贴身护卫的职责 铁玲珑来得比他早 冷冷地看着他 小声说 龙王用不着两名贴身护卫 什么时候咱们比一场 输的人自动退出 好 聂曾也冷冷地回道 突然间不敢直视那双绿眼珠 他暗暗埋怨汉无险 将一个不可能的想法 硬塞到自己心里 他才不会喜欢上 这个蛮横的小姑娘 两人一起走进帐篷 正好听到军师迷惑不解的问 老韩王留给龙王的女奴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为了他 龙王要接受挑战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七百三十四集 顾声为没想到这件事又会被人提起 老韩王曾经非常肯定地声称 顾伦宇服侍他的北庭女奴 生下一儿一女 女奴还活着 顾声为对这种说法从未当真 因此也从未认真寻找 在他的印象中 父亲古板而保守 绝非好色之徒 母亲对四名子女一视同仁 在小儿子身上倾注的关照 还要更多一些 更不像是再替别的女人 富于后代 顾声为得向军师解释 可能会接受挑战的理由 事情有变化 他刺伤七十几名骑兵 全军为之耸动 我不能视而不见 而且他跟小月堂勾结在一起 我也不能坐视不管 老韩王不是那种到处传闲话的人 能把这名女奴当回事的 肯定是小月堂 方文士理解这两条理由 但他还是不听摇头 请龙王三思 您现在是一军统帅 北京王室 贸然接受江湖人物的挑战 绝非上策 胜之不武 败则受辱 清城掌门真有那么厉害 非得龙王亲自出手马 贴身护卫通常是不说话的 铁玲珑却是个意外 让我代替龙王 跟清城掌门比武 额上次字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夫 既然有人开头 聂曾也说道 我听说这个清城掌门 不是刘青浦 方文士惊讶地 看着两名少年 少管先生 你们两个 你说什么 清城派掌门不是刘青浦 难道有两位掌门不成 上官云说他认识清城掌门 武功没有赐字这一位高枪 上官云知道什么 他知道 郭盛文发现自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早年前他曾经游历中原 去年还从清城派邀了过帮手 应该很熟悉 乱了乱了 清城掌门 后面连个姓都没有 到底在玩什么花样啊 方文士 头摇得更频繁了 清城派的花样在次日一早 露出端倪 空铜派的范用大 带着一身鲜血返回军营 经孙神医全力施救 一个时辰之后才能说话 立刻就要见龙王 清城派打起来了 范用大至少被砍中九刀 虽然斗不致命 却流了许多血 见得非常虚弱 屠狗一直守在狮子身边 问 跟谁打起来了 他们自己打起来了 屠狗惊讶的张大嘴巴 没太明白失职的意思 跟常年闭关练功的世伯不同 范用大经常行走江湖 对清城派的了解 其实不少 龙王问起的时候 他没有全说出来 其中一条就是 掌门柳青浦 即为溺爱独子柳房生 邓元雷身为师兄 本应精心保护柳房生 却在危急关头 独自逃生 这是不可设的重罪 却仍然能代表清城掌门 来向龙王挑战 范用大琢磨着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范用大与中原武林人士的联系 没有中断 所以很快就找到了 清城外落脚的营地 结果正赶上两位清城掌门 争夺政敌之位 争吵很快演变为打斗 双方都邀请了帮手 于是打斗又变成混战 范用大正是在混战之中受的伤 两个掌门 有一个是柳青普吧 另一个呢 脱狗问道 另一个姓吕 姓吕 难道是老掌门吕通 他早死了呀 这个我知道啊 不是老掌门 可能是他的子侄 三十来岁 剑法 那是我见过的最高超的剑法 我逃走的时候 他正占上风 这位旅掌门才是发出挑战的人 郭胜梅开始明白一些事情 脱狗却连声叹息 哎呀 清城派也算是名门正派 丢人都丢到北厅来了 谁当掌门不能留在清城山解决吗 他们都是为老韩王的头颅而来 郭胜梅问床上的范用大 空同派替魏松做事 清城派的靠山是哪一位 据说清城派投靠的是河东洛家庄 洛家在朝中人脉丰富 柳青浦看中的大概就是这一点 只要是中原武林人士 没有不知道河东洛家庄的 郭胜梅从小听说过许多传闻 知道他是九大门派之一 与众不同的是 家族当中一半人学武争强 另一半人西文当官 在庙堂与江湖全都富有盛名 却从不承认是门派 土狗还没想明白 其间的复杂关系 但用大志气身子继续说道 洛家想要老寒王投颅 自己不好意思来 所以就让清城派待老 还弄出一个旅掌门 让对方竞争 洛家够坏的呀 土狗十分不屑 龙王 你可不能把老寒王投颅 交给清城派 洛家不止坏 还很聪明 郭胜文安慰几句 返回自己的帐篷 阿哲巴和墨林正等着他 明天晋士军要与诸王联合会战 阿哲巴试图改变骑兵信仰的努力 却收效甚为 因为他想到一个大胆的主意 请出老寒王遗体与投颅 由晋士军亲自安葬 让他们明白老寒王是人不是神 墨林已经被劝服 我可以叫出投颅 让老寒王身手异处 是我的罪过 既然龙王与小月堂不共戴天 我再留着投颅也没用了 龙庭涌进一大批中原武林人 都是来抢投颅的 郭胜文提醒道 就想 老寒王属于草原 我却不允许任何人将投颅带走 这是墨林的底线 他虽然不像晋士军士兵那样虔诚 忠诚 却一点也不少 这或许是一个主意 但要等明天会战结束 可是 阿哲巴有点着急 会战是龙王的借刀杀人计 过了明天 晋士军可能又要死掉一大批 明天是全军会战 郭胜文简单说道 阿哲巴明白龙王的意思 晋士军以外的三万骑兵 也将投入战斗 这表示借刀杀人将暂缓执行 阿哲巴告退 安葬老韩王是否真有那么大的效果 他其实一点信心也没有 墨林留下来 关于众院人 我听说许多传言 传言说他们会迫使龙王接受比武 堵住就是老韩王的头颅 你看到那些骑兵讹上的自己了 郭胜文没有直接回答 看到了 这位清城掌门的确是了不起的高手 你觉得自己是他的对手吗 墨林沉默片刻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刀法是什么水平 我只知道 面对不同的敌人 刀法是会上下起伏的 墨林是北亭人 但他跟龙王一样 从杀戮而不是秦血苦练中提升武功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 郭胜文与军师全力准备第二天的会战 范文氏不住摇头 每当身边无人的时候 都会笑声对龙王说 现在下手不狠 将来肯定后悔 金水军是一块石头 谁也吞不下去 龙王 当即立断啊 郭胜文大多数时候都不回答 偶尔的辩解也只有简单一句话 先消灭圣日王 圣日王的信使傍晚时分到来 走后不久 新建内容就在军营里 穿得沸沸扬扬 让范文氏非常恼火 更加相信这是圣日王的阴谋 圣日王知道猪王联军 打不赢明天的会战 所以他代表武王提出一条建议 也是比武 圣日王被中原售买了 范文氏有点气急败坏 因为圣日王的建议 竟然受到将士们的热烈呼应 他肯定不会亲自上场 又是派中原高手出来挑战 卑鄙无耻 龙王应该揭穿中原人 想要盗走老汉王透露的阴险目的 让士兵们都明白 谁借助中原人的武功 谁就是叛徒 圣日王的信里说得很清楚 只比弓箭不比刀枪 郭胜文提醒道 中原就没有会耍弓箭的吗 不会比北京人更好 方文氏仍不服气 有阴谋 这里肯定有阴谋 而且跟青城掌门的挑战有关 不可能这么巧 你要比武 他也要比武 事情当然不会这么巧 在圣日王和青城派旅掌门之间 有小约堂正跟县连接着 顾神威隐约看到和女的样子 这是他的游戏 顾神威没有立刻做出决定 继续要求全军备战 抽空见了一次树立图 龙王亲自来询问意见 树立图显得很吃惊 但他心里的确有一点想法 圣日王提出的条件很诱人 我方输了 放诸王联军一条生路 让他们各回本部 他要是输了 全军投降 放弃王号 的确 就连放文氏对此也有些心动 他怀疑的是 圣日王已有必胜之法 树立图目光微垂 龙王还在担心季士军 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要我叫出当初逃走的贵族军官 我比龙王更担心 季士军对老韩王的崇拜 与效忠已经侮辱迷途 胜利只会让他们更加骄傲 如果真能通过比武结束战争 倒也是一件好事 你对老韩王很熟悉吗 郭神威问道 心里已经做出决定 不熟 我只在很小的时候见过他一次 后来的印象都得自于传闻 我不知道哪些是真 哪些是夸大 莫林对老韩王很熟 他是最受信任的一位 整个北庭可能也找不出 比他更熟悉老韩王的人 你应该多跟莫林接触 树立图微微睁大双眼 他模模糊糊地 猜出了龙王的意图 却不敢相信 我只是傀儡 傀儡也分很多种 我需要一个更有用的傀儡 你想让我代替老韩王 老韩王升天 总得在人间留下点什么 你就是这些东西的载体 你是重生的老韩王 树立图感到匪夷所思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决定接受比武 顾神威离取之前 顺便说出自己的决定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兵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735集 树立图极少一个人 在帐篷外面行走 即使被龙王扮软禁期间 也有聂曾与韩吴仙陪伴 他是北庭王族 对泥土 野草与马匹 却有着天生的恐惧 今天早晨 他打算向这种恐惧挑战 龙王的话让他彻夜难眠 出一听时 代替老韩王像是异象天开 反复思考之后 他却有点心动了 在爷爷和外公的教导下 树立图已经习惯于傀儡的思维 任何看上去属于自己的东西 其实都属于别人 龙王与众不同 他似乎愿意让傀儡 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但树立图非常明白 这不是急语 龙王在鼓励他自己争取 他秉退随从 自己穿上轻便的皮甲戎装 大笑和尘 比父亲留下的那套 日影王钢甲舒适得多 这是小王树立图的军营 可就连最低贱的随从仆役 也知道真正的主宰者是谁 十二岁的王尊 站在帐篷门口 对周围的一切倍感陌生 清晨的阳光竟然也这么耀眼 树立图看到一名军官 在向自己行礼 于是点头还礼 隐约记得这人的姓名 是日影王旧部 据说应该比其他人 对自己更忠诚 他还没有特别直接的感受 向东走 早起士兵们的嘈杂声 开始响亮起来 如果是老韩王行走在营地里 肯定会得到全营 肃进和成片的跪拜 就算是外族人龙王 也会受到公身之意的待遇 迎接书立图的 却只有忽视 而有士兵看到小王 也要犹豫一会儿 才想起他的身份 大多数人的反应 是点点头 这个早晨 有比书立图 更能给士兵 带来兴奋的事情 龙王同意圣日王的比武要求 双方正在就此谈判 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定于今天的会战取消了 都说草原人好战 书立图一点也没感觉到 周围的士兵们 兴高采烈地擦拭着气甲 为的是暂时用不到他们 主张周围要安静许多 龙王从西域带来的少量卫兵 负责警戒 他们对小王的尊敬 比北庭士兵还要多些 同时攻身行礼 让开通道 只带了这么点人 竟然能在北庭 挣得一支庞大的军队 龙王到底有什么本事 书立图疑惑不解 好奇心渐渐高涨 军师从主杖里走出来 脸色不太好 看见书立图愣了一下 殿下 你怎么来了 龙王好像没叫你 我随便走走 书立图从军师的态度上 切实感受到 自己还只是一名傀儡 方文师皱起眉头 突兀地抓住书立图 细弱的胳膊 带着他走出几步 笑声吻 龙王昨天找你 都说了什么呀 你建议他接受比武了 龙王说过什么 就是应该问他 书立图有些费力地 抽出胳膊 我的确支持比武 但龙王的决定 跟我无关 方文师黑黑笑了几声 这个十二岁的王孙 的确有点特别 除了曾经想暗杀龙王 一直文文当当 省下许多麻烦 但也仅此而已 我想也是 哎 龙王毕竟是习武之人 总是摆脱不掉 对刀剑的依赖 他今天同意 圣日王的比武要求 明天就会接受一群 江湖刀客的腰斩 这哪还像是王者风范 最初的王者 都是从勇士中诞生 起码在北亭市这样 草原男儿尊重刀剑 就像镜神一样 方文师看着瘦小的少年 又笑了几声 压压头 自行离去 他可没心情 教育一名小傀儡 书立图向主杖走出两步 看到卫队长龙帆云迎过来 他又转身走开 清城掌门 在骑兵额上辞职的事情 他也听说了 私心觉得 龙王不应该接受挑战 转念却觉得 自己的建议纯属多余 书立图继续信不闲逛 看到龙王的骑兵奇怪不出 他一直有个疑惑 西域人是不是 都这么与众不同 可穆老头去说 是北亭人 他只能理解为 是龙王的眼光与众不同 韩无仙正在一块空地上 指点聂曾练习进攻 周围一堆人只手画脚 尤其是那个绿眼珠的小姑娘 不住地取笑聂曾 手脚太笨 穆老头更是唠叨 但他指摘的对象是韩无仙 一会儿这里交错了 一会儿那里不过精巧 总之这套清空一无是处 书立图不懂武功 瞧不出好坏 更听不出道理 看着聂曾灵活的身法 他想怪不得许多人 痴心于武学 身体是一种束缚 习武则是突破束缚的方式之一 而他这副身体更像是枷锁 这才没走多远 就有气短腿软的感觉 这些人都不在意书立图 但他经过时 听到穆老头改变策略 正低声向身边的美貌少年见客说 小心点 到处的小美人 别被傻小子搬路抢走了 书立图感到惊讶 北庭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 优秀的将士们 每天都在无疑的减少 竟然还有一小批人对此 漠不关心 虽然他们大都是西域人 也还是很难理解 能挽救北庭的只有北庭人 书立图觉得自己这副单薄的身躯 真是一个大累赘 他站在一顶帐篷门口 耳中还能听到穆老头的喧哗 却已经充耳不闻 银雕大人在吗 莫林走出来 扶着刀柄 攻身幅度比普通士兵还要大一些 请殿下原谅 我已经换回原来的名字 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大人 莫林 我总忘 书立图笑道 真希望自己能有龙王的本事 能迅速取得强大部下的信任 殿下找我有事吗 我想 书立图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龙王建议他多接触老寒王的异味 莫林本人显然一点也不知情 我想跟你学习武功 不胜荣幸 可是 莫林深感意外 一时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现在兵荒马乱 殿下能腾出时间吗 只要你肯教 我总会有时间 书立图望了一眼 不远处正在练功的聂赠 越是兵荒马乱 越是需要一副强健的身体 好 殿下先来坐吧 莫林觉得这位小王孙 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不了 如果不打扰的话 希望你能陪我走一走 遵命 殿下 你太客气了 其实 你不算是我的部下 你好像没有接受任何职位 我的职位就是寒王一位 没有寒王 自然也就没有一位 等到新寒王产生 你马上就能重返就职 那得由新寒王决定 莫林神态恭敬 心中却想 小王这是在拉拢自己吗 新寒王肯定会求之不得 我没能保护老寒王的安全 这是永生也泄不去的污点 老寒王构筑了 最强大的防卫措施 却在身边最不起眼的人身上 留下漏洞 这怪不得你 作为一位 你做得无懈可忌 就是老寒王自己 也绝想不到危险来自五名女奴 莫林有一会儿没说话 她在考虑向这位12岁的王孙 坦白到什么程度 其实我是有所怀疑的 但是 但是谁也不想 在老寒王修炼长生之道的时候 闯进去 她太信任那帮法师 从没有想到他们会是一条 绕开防卫之网的秘密通道 莫林真的有些惊讶了 她曾经向老寒王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却没有得到重视 老寒王有自己的想法 只是有些事情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老寒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老寒王英勇善战 聪明睿智 是北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寒王之一 每个人都这么说 可我很想知道 在你眼里 他有哪些优点 也有哪些缺点 莫林觉得小王殿下已经接触到自己的底下 我没有资格评判老寒王 如果殿下是这个意思的话 他的伟大不在于对某个人的意义 而是对整个草原的影响 书立图想要擦擦额上的细汉 转身才想起自己没有带随从 于是深吸一口气说 龙庭的战争快要结束了 更大规模的战争 马上就要开始 我也无意评判老寒王 但我想知道 在现在这种局势下 他会怎么做 莫林很想说出实话 无论老寒王怎么做 一名受到龙王控制的小傀儡 都无法模仿 老寒王继位的时候 比我还要年幼 从那时起就在不停征战 打败敌人巩固势力 书立图继续说道 心中的陌生感渐渐消失 我是他的曾孙 体内流着他的血液 我的职责之一就是 继续他的征战 莫林第一次认真对待 这位小王殿下 开始猜测他的真实想法 龙王让你来找我的 是 但这也是我自己的意愿 说到意愿 老寒王倒是对我 说过一句话 权力是天生的 但他不是送给你的 而是你主动拿的 这就是意愿 老寒王从来不关心 别人怎么做 他走过去 拿到手 所有人就都承认了 书立图的心碰碰直跳 与吃力的阳光 和长时间的走路 却没有多少关系 不知不觉见 两人已经走到 近视军营地 一队骑兵守住道路 不允许外人进入 其他士兵都躲得远远的 书立图迈步向前走去 安安鼓励自己 这是属于自己的军队 近视军已经向 书立图这个名字效忠 他要去拿取 那道天生的权利 莫林跟在后面 想看看小王殿下 会不会将自己的话 理解过度 一名近视军士兵 拉开弓弦 大声说 直步 我是日影王 日要王 夸日王 书立图 命令你们让开道路 士兵看了一眼同伴 一建设在小王殿下身前 散步的地方 就算是十个王号归于一人 你也没资格向我们下达命令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下 演播 全勇 第七百三十六集 插在地上的箭矢在微微晃动 与近视军士兵脸上的嘲弄表情相得一张 他们曾经毫不留情地杀死过好几位王爷 连同数百名贵族军官一起 献祭给老汉王 眼前所谓的小王殿下 也是因为那场杀戮才得以继承王位 近视军完全有理由轻视他 书立图觉得腿在发软 那名陌生的士兵就像是严厉的爷爷 让他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与此同时也在怒火中烧 他从来没敢向爷爷显示过 哪怕一点怒气 今天他要破一次力 书立图迈过威胁性的箭矢 尽量用冷静的声音问 北庭骑兵可以背叛誓言吗 你们已经放弃近视军之名 并且表示向书立图三个字宣誓效忠 那是骗人的谎言 还是你对效忠的含义另有理解 我命令你下马请罪 让开道路 士兵的神色有些慌乱 显然没料到小王殿下会如此强横 他又向同伴们投去询问的目光 可其他士兵却出卖了他 拨马让道一遍 向小孩垂手之意 士兵似乎屈服了 看他的样子是要下马 但是在最后一瞬间 他掉转码头向营地伸出跑去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次小小的胜利 书立图开始明白 老韩王话中真正的意思 权力是天生的 可除非你主动把他握在手中 否则他永远都只是躺在眼前 毫无用处 书立图努力平复激动的心情 回过头来 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 吓走士兵的不是自己的强硬 而是一大群普通士兵 至少有近百名士兵 从附近聚集过来 站在小王殿下身后 或握刀或拉弓 他们早就对进士军的独立特型 与高人一等感到不满 正好借此机会表达一下 莫林仍在观察 如何应对这些主动站出来的士兵 才是对于书立图的真正考验 书立图尽量挺直身体 目光扫过 在每一张面孔上都稍作停留 就是从这一刻起 他会努力记住每一张可能有用的相貌 以后还要记住更多的人名 士兵们感到自己受到了重视 纷纷攻胜 收起兵器向后退去 莫林走过来 两人终于进入近士军半封闭的营地 殿下做得很好 可那名士兵还是跑了 近士军变得散漫了 殿下得让他们重新习惯束 他们的确散漫了 书立图放眼望去 看到的近是冷漠于狂傲 士兵们或坐或站 兵器随意地丢在一边 不懈地看着两名外人 全无敬意 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忘记如何打仗 成为一群只知道冲锋射箭的匪徒 书立图压低声音 心里却为这只北庭最惊悍的军队感到悲哀 远处 十几名士兵抬着什么东西 缓步走向一堆篝火 那是什么 书立图问道 好像是一名军官 是阿州吧 书立图认出来了 抬腿向那边跑去 阿州吧仍没有放弃希望 大声说道 老汉王已经死了 迄今没有安葬 难道你们一点都不关心吗 老汉王是不死之身 他升天成神了 托举他的士兵总是同意去回答 你不相信 我们就送你上天去看看 另一名士兵说道 书立图展开双臂挡在路上 气喘吁吁地说 停下 你们疯了吗 竟然要在军营里烧死自己的将领 老汉王需要他 士兵的回答一场冷静 越来越多的士兵聚过来 有人说了一句 他是老汉王的重孙 众人纷纷点头 书立图心中一颤 发现自己可能也是老汉王需要的人 顾身为正在安排几天之后的射箭比武 一名士兵匆匆跑来报告说 小王殿下被禁士军劫持 一同被抓的人还有阿昭霸 顾身为赶去救人的路上 碰到了方文石 军士一脸早知如此的表情 他一直就不相信禁士军 认为他们的效忠只是暂时的 所谓通道的禁士军 已经增加到了数百人 与之对峙的 则是数量差不多的普通士兵 随着消息的传播 双方人数仍在增加 顾身为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 让普通士兵解散 然后解下刀剑交给龙帆云 一个人走进禁士军营地 说是劫持 有些过分了 书立图与阿折巴没有遭到捆绑 只是被人群包围 书立图正在慷慨激昂地 与禁士军士兵辩论 阿折巴是军中最厉害的神射手 与圣日王的比武 还要依仗他的剑术 你们烧死他 是在自断手腕 这跟通敌有什么区别 难道你们宁愿战死沙场 士兵们的回答 总是很简单 我们不怕死 老寒王要这样 龙王的出现 让大家都安静下来 许多人仰头寻找那只大鹏鸟 出来一个人跟我说话 顾慎为的神情 跟禁士军士兵一样冷漠 士兵们犹豫许久 终于走出一个人 那人既不肯说出性命 也不肯报出军职 阿折巴是禁士军军官 理应上天服侍老寒王 龙王许诺过我们的 我许诺将你们的要求 传达给小王殿下 可没同意你们现在就献计 疏离图面昏耳赤 我不同意 献计必须停止 我命令你们退下 士兵们不动 但也没有上前抢夺阿折巴 谁也不能违抗老寒王的命令 那名士兵说道 请小王殿下让开 我们为你作战 这是我们应该得到的报酬 疏离图正要说话 在龙王的暗示下又闭嘴 没错 谁也不能违抗老寒王的命令 阿折巴该不该献计 就让老寒王决定吧 顾盛围看着迷惑不解的人群 继续道 老寒王虽然升天 但在人间还留下了一些衣冠 我这就去把他们取回来 或许老寒王会愿意重返人间 向你们直接发出命令 疏离图心跳如骨 担心如此简单的谎言 会不会被接受 好 士兵代表在用目光向同伴们寻求意见之后 回答道 可是老寒王不喜欢这些衣冠 我们还得执行最初的命令 把军官们全部献祭 很合理 请小王殿下回账 士兵还没有表示反对 疏离图已经大声说道 不 除非阿哲巴跟我一起离开 我绝不走 阿哲巴摇摇头 顾神威冷冷地表态 小王殿下可以随自己的意思留下或者离开 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当然 老寒王要的只是军官 天上的子孙已经够多了 士兵说道 禁食军的节食行为 引发了重怒 刚一处理营地 方文士就迎上来说道 龙王得小心了 其他士兵都很愤怒 可别发生内斗 墨林没有被扣押 跟着龙王一块走出来 上前说道 我去许老寒王的医官 咱们一块去 老寒王的头颅 现在太抢手 郭神威不放心 墨林一个人行动 方文士还在唠叨 郭神威对他说 把这当作一次机会吧 或许很多问题 都能一次解决 可也能导致 强功尽弃 方文士明白 龙王又要冒险 而他更喜欢按部就班 郭神威做了一番安排 只率领五百名士兵出发 其中一半是禁食军 没带护卫 却单点木老头和土狗跟随 望着远去的陈烟 铁玲珑有些不满 龙王为什么不带我去 我这个天生护卫 只是摆设嘛 龙王自有主意 出南平没想那么多 韩无仙望着远方 心里也有一个主意 我该动手了 绿颜小妹妹 你可以跟着我走 去哪 我干嘛跟你走 铁玲珑从韩无仙那里学过武功 忌惮与警惕 却一点也没有减少 去救我女儿啊 你可是答应过的 我答应过 可你动手太晚了吧 那个萨满招逛好几天了 你才想起来 铁玲珑从聂僧手里 抢来的那名俘虏 曾经见过韩炫 因为我了解叛徒们的把戏 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铁玲珑犹豫不决地 看了一眼出南平 少年剑客说 我跟你去 好吧 救出你女儿 我的诺言就算完成了 当然 韩无仙转身看着聂曾 这是练习轻功的好机会 你也得去 聂曾点点头 发现那对绿眼珠正怒视自己 于是还手回去 可没坚持一会儿就败下阵来 上官云笑道 也算我一个吧 美女佳人的召唤力总是很强大 上官非与孙神医站在一边 发觉众人的目光投来 前一个连连摇头 我只听龙王的命令 后一尾就着小发迹 我武功不靠 还是不给唐主添乱了 韩无仙又坐回聂曾背后的藤衣里 一行人离开军营 先是顺着龙王的足迹前进 很快就转变方向 到了傍晚时分 两伙人已经相距数十里 从军事的角度看 整个龙亭都已经归属小王树立图 包括北边的王宫 在一片废墟当中 王宫是唯一保存完好的区域 住在里面的人却少之又少 老韩王的遗体 仍然停放在这里 头颅也藏在此处 墨林请求龙王将五百名士兵留在外面 只带寥寥数人进去 墨老头跃跃欲试 因为他从龙王的神情中猜出 今晚会有一场杀戮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林神夏 演播 全勇 第七百三十七集 韩无先了解小月堂 就像母亲熟悉亲生的儿女 这是一个陷阱 那怎么还来干嘛 铁玲珑在小月堂待过一段时间 对这个组织却只有一知半解 陷阱里会有诱饵 周围会有猎人 这两样我都想要 铁玲珑 楚南平 聂增 上官云 一共四名帮手 韩无先跳下腾椅 目光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 仅仅依靠演播流动 他就分别 做出四种不同的表情 亲切 赞赏 期望 与妩媚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受到的待遇 独一无二 心中军事一动 决定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能让小月堂堂主失望 对付陷阱 有一招最好用 引射出洞 韩无先柔声说道 我需要一位踩破陷阱的人 四个人几乎同时迈出一步 韩无先笑了 我可舍不得让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冒险 龙王也饶不了我 云王 你怎么样 上官云一脸苦笑 求之不得 独不王的儿子 还是留着更有用 韩无先却改了主意 我去踩陷阱 你们埋伏在外边 小妹妹 你跟这位玉树林峰的剑客是一组 守在南边 云王 我亲自教导的杀手 可就交给你了 麻烦你们去东边埋伏 我吃错了两个香囊 你们拿去 四人点头同意 出南平与上官云分别接过香囊 知道那是引诱小月堂弟子的道具 不过他们可没有闻到任何气味 韩无先笑得越发开心 你们真让我感动 小月堂弟子要是有你们一半的品质 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叛徒 我只有一句话 需要提醒大家 小月堂叛徒归我所有 活捉 伤残 都可以 谁要是不小心杀死了一个 我可会很生气的哟 留下一串飘渺的笑声 韩无先迅速 消失在黑夜中 铁玲珑不满地微微举嘴 他是在威胁咱们吗 你也曾冷笑一声 韩堂主的威胁不可怕 他的笑容才致命 小兄弟有眼光 上官云站在三名少年身边 一点也不拒紧 对韩堂主的确不可以 昌理喘度 铁玲珑更显鄙 你那么愿意背着他 大概是想看致命的笑容吧 说完聂曾 也没忘上官云 还有你 自远跟来又是为了什么 前者脸一红 一句话不说转身就走 后者笑了几声 小妹妹 郎才女貌 这个道理你应该很懂啊 说吧 追随孽增而去 只剩下两个人 铁玲珑脸色冰冷地抱怨 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小妹妹 我又不是小女孩 告诉他们 初南平最早成功修炼了 须弥界神功 摆脱了舞蹈神功 跟看情密钥的影响 性格却还是平平淡淡 有时候会显得像是在敷衍 难有这么简单 铁玲珑真想在他身上戳一只 上官云无所谓 但他不敢对韩无仙提出要求 虽然两人几乎师徒名分 也不是堂主与部署的关系 但在内心深处 他仍然害怕这个女人 咱们应该找位置了 初南平轻声说 这里是龙亭废墟的南部 荒野中到处都是理想的埋伏地点 两人很快就位 隐身在草丛里 相距十步左右 初南平牵势西北方向 铁玲珑面朝东南 天空月亮星星 对于观察远处的活动目标 这是一个极佳的夜晚 两人都不是合格的杀手 不到一刻钟时间 铁玲珑最先忍受不住 小初 太无聊了 跟我说说话 说什么 真笨 就像 你从前说过的那些话 愿意为我杀人什么的 我很爱听 已经说过了 还要再说一遍吗 不用了 铁玲珑的兴致一下子没了 真奇怪 你一直老老实实的 当时怎么特别会说话 不是有人教你的吧 不是 话到嘴边 自己就出来了 不用想也不用叫 我想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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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想听的话 咦 这不是你明明知道的事情吗 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告诉你 我可 嘘 有人来了 铁玲珑立刻转身 果然 一道模糊不清的黑影 在草丛上飞掠 要不是早有准备 很难将其与黑夜区分开 黑影像一头嗅觉灵敏的猎犬 走走停停 有时还会绕圈子 又像是喜爱腐肉的动物 正在废墟中寻找美味的食物 离两名少年十几步远的地方 黑影停顿的时间最长 他似乎预感到了危险 却又不舍得放弃近在眼前的猎物 铁玲珑紧紧握着刀饼 心渐渐冷酷起来 小月堂的训练 仍在他身上留下不少印记 其中之一就是对杀戮与鲜血的渴望 一刀下去 就这么简单 龙王当初的说法也与此相似 黑影仍然不懂 最先忍耐不住的是出南平 少年剑客自草丛中窜出来 常见刺向铁玲珑身后 黑影也有帮手 铁玲珑对自己的失误感到气愤 他不想再失误 于是不管身后的偷袭者 直接扑向那道站立不动的黑影 刀剑还没碰到目标 铁玲珑就知道自己又上当了 他根本不是人 黑影当着两名少年的面 金蝉脱鞘 留下一具不知的玩偶 铁玲珑及时收到 直觉告诉他 刺破玩偶绝不是好主意 太早离开小月堂 或许是个错误 铁玲珑这样想到 同时转身正看到出南平 与真正的黑影交手 两个人的动作都快如闪电 打得难解难分 铁玲珑心中却是一惊 闭气 不过是一转眼的功夫 铁玲珑的提醒还是晚了片刻 出南平手中的剑突然垂下 人也跟着摇晃起来 步步后退 显然已经中招 铁玲珑拦住黑影 三四招之后 立刻退到上风处 吸一口气再发起进攻 根本没办法查看出南平的安危 黑影稍显意外 下手更加迅捷 虽然联手工工 有形与无形的暗器 却层出不穷 出南平感到内功正在飞速流逝 眼前的景象也变得模糊不清 但他还没有倒下 手中也仍然握着剑 熟悉的身影正在奋力拼杀 越来越处于劣势 他记起自己的诺言 在舌尖上狠狠咬了一下 随后长剑刺除 少年剑客竟然还能出招 黑影又吃了一惊 伸出手掌 直接抓向剑身 铁玲珑终于等到机会 右手挟刀吸引对方注意 左手手指戳向要害 出南平的长剑落入敌手 两人同时用力 剑身瞬间折断 与此同时 铁玲珑也得手了 他从韩无仙那里学来决音质 据说对付小月堂弟子有蹊跷 这是他第一次尝试 他才练到第二层 远远不能发挥全部威力 黑影却像是受到重击 啊的一声连退束步 你怎么会 铁玲珑可没心思说话 出南平失去兵器 眼看就要摔倒 杀人的职责 还是要落在他身上 韩无仙就是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的 像一只大鸟猛地落在猎物身上 黑影尖声惨叫 韩无仙回过头来 嘴边沾着鲜血 给他的笑容平添一层诡异 我没白教你执法 小妹妹 铁玲珑停出追击的脚铺 转身扶住摇晃的出南平 他吸进了迷药 死不了 韩无仙语气中尽是压抑不住的兴奋 双手抓着黑影的肩膀 韩琴 好久不见 我快要想死你了 韩琴是名重年女子 作家布满鲜血 脑袋无力地下垂 声音也显得极为虚弱 我也想你 想你死 你还跟从前一样可爱 韩无仙的食指陷入韩琴尖头 那么多人背叛我 我都不在意 就是对你的背叛百思不得其解 你是本门精英 跟那些半成品不一样 何女到底许给你什么好处 你只是一名江湖疯女人 最大的野心不过是夺回食宝 欲众是心怀天下 这就是她许给我的好处 韩琴面露痛楚之色 却让她更清醒一些 好吧 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 我女儿呢 何女把她藏在哪儿了 藏在你永远找不到的地方 你斗不过欲众事 你那点本事 韩无仙松开韩琴的双肩 将她紧紧搂在怀中 柔声说道 别对我太生硬 你知道我很喜欢你 是不会痛痛快快杀死你的 我带你回军营 那里的男人多得很 你肯定非常受用 韩琴喉中呵呵作响 铁玲珑放开出南平 强忍怒意 先让她交出解药 小出快药不行了 出南平的脸 比月色还要苍白 手里虽然仍握着断剑 双眼却失去光彩 木然地像一具行尸走肉 她种的不只是一种迷药 先后生效 已经快让她进入死地 韩悟仙没有回头 左手在韩琴脸上轻轻拂过 然后停在伤口上 狠狠地按了下去 韩琴再次惨叫 突然间惨叫转面为笑声 寒场淋漓的大笑 疯狂而痴迷 不要 你少过我怕 她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声音竟然跟韩悟仙 一样柔情款款 解药 铁玲珑忍受不了这种笑声 出南平的脸色也越来越令她不安 韩悟仙半转身体 伸出左臂 手指上滴着鲜血 拿去吧 这就是解药 铁玲珑急于呕吐 韩琴知道酷刑 才刚刚开始 趁着刹那的清醒说道 鲁王今晚就会死 你的靠山就要没了 韩悟仙 郁仲实不会放过你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七百三十八集 什么是江湖规矩 沐老头与土狗 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你让一步 我让一步 双方各有所得 这就是江湖规矩了 嘿嘿嘿 屁话 你让一步 我要是追上一步呢 你怎么就知道 我肯定会跟你一样让步呢 没关系 规矩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 需要整个江湖共同维系 你破坏规矩 在江湖上就没法立足 人家都瞧不起你 群起而公之 嘿嘿嘿 你以为我没有被围攻过吗 瞧 我现在 还是活得好好的 再看你 守规矩这么多年 被你姐姐管得跟条狗一样 对了 你当年的脱狗刀呢 怎么不用了 师姐说 名门长辈杀气不能太重 所以我们 弃刀用仗 至于守规矩的好处 就是 等你落难的时候 会有许多人 甚至陌生人帮助你 不像你 除了龙王 谁都不会收留你 收留 你说龙王收留我 龙王 跟他说说 老头是不是对你 帮助巨大啊 我是看龙王求贤若渴 才留在这的 独步王 哭着喊着想拉拢我 都被我言辞拒绝 土狗笑而不语 他虽然不擅长拿主意 人可不杀 穆老头神功盖世的时候 或许有萧雄 会抢着售买他 如今只剩下六七神功力 沦为普通高手 也只有龙王 才会将其当回事 顾身为止 带了十几个人 在空荡荡的王宫里 像一群不礼貌的鬼魂 穆老头与土狗的争吵 给这里增添了一点生气 他没插嘴 心里对所谓的江湖规矩 也有自己的看法 杀手的追求 是绕过规矩 给予高手致命一击 跟穆老头有几分相似 但杀手不能追求个人名声 功成身退 默默无闻 才是常态 他早已经不是杀手 还是摆脱不掉 杀手的思维习惯 北庭是什么江湖规矩 顾身为问身边的莫林 莫林好像不太愿意说话 他闯荡过江湖 获得过不小的成功 对那段经历 却没有多少留恋 跟中原差不多 北庭人更爱说大话 不过说来说去 就成了朋友 哎 中原人其实也是这样 土狗惊奇地睁大眼睛 对这种相似性感到意外 不过据我观察 最好由别人替自己说 表面上关系越少越好 比如徒弟吹捧师傅 就不如其他门派的弟子 偶尔说上两句 虚伪 真是太虚伪了 沐老头纷纷不平 他一直以天下第一恶人自举 最受不了 还有人比自己更无耻 这叫虚伪吗 土狗认真地想了一会儿 对双方都有好处的是 不能算虚伪吧 算 只要言不由衷 就是虚伪 沐老头言之早早 按你的意思 任何情况下都要说实话了 当然 老头就 不怎么撒谎 恨谁 喜欢谁 全说出来 比如我觉得这个王公 鬼气森森 实在有点吓人 真不想再往里走 也要直白说出来 应该说出来 我也觉得有点诡异 龙王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晚上出来做事啊 挖一颗人头而已 不能白天来吗 郭胜伪没有回答 他喜欢黑夜 他给予敌人机会 却留给他更多的发挥余地 郭胜伪还在想着虚伪的话题 沉吟片刻 再比如 你挺喜欢那个杭无线 但是又总跟他吵架 这算虚伪吗 不算 沐老头站在马背上 怒气薄发 谁说我喜欢那个疯婆子了 当年一起睡过而已 我会吃回头草 是他单相思 虚伪 徒狗认真的点点头 好像终于明白这个词的含义 突然挺直身子 四处张望几眼 我不知道这里的规矩是什么 可咱们好像被包围了 你们谁都不吱声 是没看见 还是不害怕呀 当然是不害怕 沐老头派马窜出 大声说道 西域龙王在此 鬼鬼祟祟的兔崽子们 都给我滚出磕头拜见 徒狗面带喜测 对龙王小声说 原来西域的规矩也是这样啊 瞧 沐老头在替龙王说大话 不过要是在中原 我们绝不会说什么 兔崽子之类的话 万一对方来头很大呢 黑影中 阴影绰绰 至少有百余人分散在四周 形成一道简单的包围圈 对面传来一个红亮的声音 京城掌门在此 塞外胡人还不快快下马投降 你进一寸 我进一尺 中原人不喜欢了 这就是不守规矩的结果 徒狗小声点评 然后到处寻觅 不知道 京城掌门现在的姓刘 还是姓吕 徒狗的话 都是小声说出 穆老头一只正相反 哪个京城掌门呢 你们的窝里头 结束了 一群人从对面走出 距离十余步的地方停下 周围突然同时 亮起数十之火把 当中一位面方虚长的 中年剑客 背负双手说道 在下清城派掌门人 柳青浦 站在柳青浦左边的 是一名瘦高剑客 比他少年轻一点 脸堂赤红 在火光照耀下分外醒目 在下清城掌门 吕勉 穆老头哈哈大笑 捧着肚子从马上摔下来 指着红脸见客 你姓驴就算了 名字竟然叫脸 红脸驴子 还真是朝见 徒狗在后面撇嘴摇头 显然觉得穆老头的话 一点不合规矩 对面的驴面 果然没有好脸色 站出来说话的却不是他 而是身边的邓元雷 穆老头 秀到我里 嘴上功夫算不得真本事 谁说的 等我骂得你哑口无言 你就知道什么是真本事了 你 穆老头 退下 邓元雷在龙王军营中受辱 明显背叛了柳青蒲 而投稿旅免 可说的东西不少 穆老头兴致勃发 刚开个头 就被龙王叫停 穆老头 有话跟我说 有话跟我说 声音严厉的 像是在教训本门弟子 土狗尴尬地咳了几声 突然跳下马 跟穆老头站在一块 也背朝众人 穆老头笑声说 你这个又矮又胖的姐姐 可不怎么守规矩啊 他是空同派长老 可以守卫出格一点 土狗用更低的声音说道 莫林左右看了看 大声说道 诸位是中原人 却跑到北亭兴风作浪 我望宽宏大量 命令你们立刻自行离开 不得为伍 众人大笑 只有两位清城掌门 面若寒病 图片片说道 中原武林 也给你们一道命令 交出老航王头颅 饶你们不死 这是一场标准的 守规矩的争吵 双方虽然语气强横 却没有人身侮辱 郭胜伟静静旁听 发现这与碧玉城 流浪刀客的规矩 倒是很像 一名年轻的中原刀客 感到厌烦了 趁着双方没人说话时 大声让道 废话没用 咱们人多 他们人少 一用而上 活住龙王 投入自然到手 莫林冷笑道 龙王统帅 千军万马 原以为中原武林 最守规矩 从不一舵为生 所以才亲身犯险 想不到啊 想不到 十几个声音 同时指责那名中原刀客 刀客面红耳赤 慢慢后退 再也没有现身 图翩翩拐杖 往地上重重一撮 既然龙王以武林中人的身份 前来会面 咱们就 比武一绝高下 人数相同 谁也不占便宜 莫林摇摇头 龙王今天不是为比武而来 不比武 难道是来消遣大家的吗 图翩翩手腕一扭 拐杖入地数寸 脱狗轻叹一声 哎呀 世界的脾气总是不改 莫老头安慰道 放心 你姐姐的长相 就是挡箭盾牌 龙王消遣谁 也不会消遣他 两人上下怒视 那边莫林已经说明来意 龙王跟空同青城两派 已经比武 当时可是胜了 龙王想知道 这种比武还得进行几次 他可没有功夫一一奉陪 图翩翩脸红了 他对那次比武的结果很不服气 却又不能否认当时的确输了 他的亲弟弟正站在龙王身后呢 柳方生一只手在父亲身边 伤势一惊无碍 前行竖步 正得图翩翩默许之后 说道 上一次比武 我们确实输了 错不在空同 是我们青城派两名晚辈 不自量力 被与龙王刀下 也连累了空同派两位长老 徒狗低头看着木老头 沾上的点点头 这才是真正的中原规矩 木老头不懈地怯了一声 柳方生的话 讨好了大多数人 自称晚辈 也没给青城派丢太多脸面 与此同时 却将背叛者邓元雷 暗暗缝刺一下 这一回 青城掌门亲自上阵 代表整个青城派 无论输赢 都是最后一次 至于其他门派 我们坐不得住 图翩翩自视甚高 但是对一派掌门 还是很尊重的 马上大声说道 只要是在龙庭 空同派愿与青城派 共荣辱 他已开口 别派弟子纷纷表态 大大小小 道有十几个中原门派 不过每一方话中 都留有余地 明确地点只限龙庭 以免让人认为 本门地位低于青城 莫林转身看向龙王 郭神威点一下头 好 龙王还有一个要求 莫林因为厌倦 才退出江湖 此时此刻 他却有点享受 这种江湖味道 他要先见识一下 青城掌门的身手 要是跟之前的两名弟子 相差无几 这场舞不逼也罢 这句话惹来众怒 中原人纷纷大声咫尺 刘青浦和吕勉 互视一眼 同时点头 图片片大声说道 好 就让龙王见识一下 青城绝迹 派人出来吧 莫老头跃跃跃试 扭头请战 龙王 是不是要我上场 郭声尉没想用到他的武功 你们两个 睁大眼睛瞧着 这就是今晚的任务 知己知彼 郭声尉觉得自己 有必要了解一下 真正的中原绝顶武功 是什么样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739集 莫老头跟土狗睁大眼睛 观看了两场短暂而精彩的比武 时而摇头 时而点头 期间一句点评也没有 对于莫老头 这是比禁止他杀人更难的要求 他竟然也做到了 两位青城掌门互相谦让一番 才由柳元璞首先出战 对手是莫林 快刀对快剑 两人从始至终都在比快 围观者几乎连叫好都来不及 直到比武结束 积累成串的叫好声 才同时倾泻而出 莫林与林元璞 好像达到了默契 不愿而同后退 竖起兵器 点头之意 我一份胜负 作为一场非正式的比武 这也是一种规矩 谁也不会亮出绝招 更不会死缠烂打 第二场 仍由莫林迎战驴棉 整个过程都显出诡异 以至于没几个人看懂 结束之后的叫好声 也稀稀拉拉 只有邓元璞夸张的拍手赞叹 他的神情与其说是敬佩 不如说是恐惧 诡异之处大度出自驴棉 比武尚未开始 就有人发现他的脸更红了 仿佛烧得正旺的木炭 然后他挥起长剑 旁若无人地舞动起来 动一下吸一下 既无攻击目标 也不像是在滋味 驴棉就像是醉意熏熏的文人莫克 趁着九星无剑 随心所欲 全无章法 面对这近乎没有威胁的剑法 莫林却好一会儿没有出招 握着弯刀 像是看不懂大是文采的同盟学生 茫然地不敢开口 评说只言片语 最后两人还是交了一招 旅免自顾自舞了近一炷香时间 莫林率先抢弓 这一刀仍然快如闪天 旅免好像还招 又好像没还招 没几个人能说清楚 总之弯刀刚迎进入 常见舞动的范围 莫林立刻退出 就在大家以为比武还会继续下去的时候 莫林点下头 表示他已经比完 图片片隐隐约约看出些门头来 却无法准确描述 尤其是看到对面的弟弟 眉头紧锁 似乎比自己看出更多的东西 更让他内心羞愧 但脸上绝不表现出来 大声说 京城掌门的身手 龙王已经见识过了 可有资格比武 有 郭神威亲自回答了这个问题 吕敏的欠法让他大吃一惊 但也不肯表现出来 后天正午 小王军营 欢迎诸位前来观察 你的军营 不去 登元林连想都没有想就拒绝了 龙王选了时间 地点要有我们定 郭神威却已经调转坐骑 事宜 莫老头等人上马 准备离开王宫 莫林最后一个唱马 龙王相信中原人会守规矩 他们也得相信龙王一次 登元雷最知道龙王的规矩是什么 大声说道 龙王是杀手 只会不择手段 休想 话未说完 图翩翩将他打断 空同派相信龙王 后天中午 龙王军营 不见不散 登元雷知道这个老太婆 对自己印象不好 嘿嘿冷笑两声 结果柳方生 也两声宣布道 青城掌门柳元璞 后日迎战 登元雷的目光投向驴绵 发现自己得不到任何支持 只得说道 既然大家都相信龙王 可还有事情没有说清楚 比武规则 老汉王透露 龙王一行已经走远 只剩下莫林一个人 你们想要透露 龙王想要人质 就这么简单 走出树部之后 莫林又回过头 老汉王的遗体 我们要带走 登元雷隐隐感到不对 但他不敢再直升 两位青城掌门正胡视眈眈 人质是我的 吕勉说道 因为激动声音有些发颤 与他出招式的镇定气质 截然不同 掌门是我的 柳元璞昂首挺胸 比对方贪然的多 谁得到老汉王头颅 谁就是掌门 我给你这个机会 你应该感激不尽 感激不尽 吕勉显得更加激动 嘴唇发抖 几乎说不出话来 诸人当中 只有图偏偏有资格当何时老 于是站在两人中间 咱们都是中原人 别在北庭让外人看笑话 说这话时 他瞥了一眼瞪员蕾 既然已经决定夺头颅定掌门 就别再说没用的话 老汉王的遗体 停在王宫深处的一顶帐篷里 只有五六名燕人照顾 离得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浓重的臭味 他们很愿意将无头的遗体交给莫林 看样子有点失望 但也松了一口气 燕人们还以为最后来领取遗体的 会是某位王爷 因而 他们会因为守灵有功 蒙获重伤 可现在诸王死的七零八落 那具不成样子的尸体 成了烫手的山芋 几名士兵产土 将棺果填得严严实实 防止臭味继续散发 随后将棺果放在一张大网里 有两匹码头院 三名中原人一直守在附近 他们不在乎破烂的尸体 只是防止莫林趁机挖出头颅 他们没发现任何异常 顾身为熟悉这股气味 几乎不受影响 静静观察士兵们的反应 士兵们执行命令 但是看他们的样子 谁也不相信 这具被草率处理的遗体 会是老汉王本人 莫林大概是唯一感到悲伤的人 他亲自参与向棺果内填土 并且帮着士兵将他抬到大网里 重新出发离开王宫之后 他说 老汉王总觉得身边的人不可信 经常说每个人都希望他死 没想到事实真是这样 更多的人根本不相信他会死 国神为看着队伍中的近视军士兵说道 他们已经与五百名卫兵会合 正顺原路返回军营 不知道哪一种人会更令老汉王感到失望 莫林仍然感到匪夷所思 老汉王同时得到大量背叛与嫉妒的忠诚 结果却险些落得一个朴实的下场 忠诚也会产生恶果 我才没几个人相信这一点 要不是亲眼所见 顾身为也不相信 在忠诚方面 他才刚刚满足温饱 老汉王早已是大鱼大肉 两人没有任何可比性 此时此刻 他的大部分心思还在回忆 两位青城掌门的武功 尤其是吕勉 在他身后 穆老头与土狗也在小声商议 说得很来劲 一点也不像是有仇的人 顾身为的目光落在一名士兵的背影上 完全没注意到自己已经盯了多久 突然感到一阵寒意 于是举手命令队伍停止前进 五百名骑兵大都跟在后面 在前面领路的只有四个人 让顾身为心生警惕的就是其中一位 夜色未央 顾身为一直没有习惯广袤的草原 如果不是特别留意 经常分不清方向 咱们再往哪走 莫林从悲痛情绪中清醒过来 立刻发现问题 太偏难了 顾身为拔出刀 四名领路士兵同时从马匹上跃起 朝不同方向跃去 轻功卓绝 显然不是普通的北庭骑兵 但这四人已经失去逃亡机会 顾身为一跃就追上他最怀疑的那个人 一掌击中对方 当他抓住晕倒的俘虏回身时 莫林 莫老头与土狗也已经分别得手 莫老头强忍杀人的冲动 咬牙切齿地对土狗说 你比我快 后面的骑兵立刻围上来 无不慌乱是错 搞不清这是怎么回事 顾身为摘掉俘虏的头盔 露出一头长发 那显然是一名女子 又在他脸上抹了几下 骑兵们齐声惊呼 准备作战 顾身为命令到 小约堂弟子将队伍引入歧途 必然设下了埋伏 五名骑兵反应迅速 或拉弓备战 或拔刀护官 或外出巡视 各司其职 无需龙王再下达具体命令 四名俘虏 只有顾身为手里的是小约堂弟子 其他三位全是北庭男子 莫林最相问出口供 他们趁领路士兵小姐的时候 杀人一容 但他不知道伏兵在哪 顾身为没有注意到方向错误 后面的骑兵则紧随龙王 不敢随便发问 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清楚 今晚出行的目的是什么 顾身为晃醒手中的小约堂弟子 你叫什么 此人年纪不大 为了装成男性 衣服里垫了不少东西 顾身为就是因此看出破绽的 他看着龙王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恐惧 寒庭 想把我们带到哪 寒庭笑了一下 第一次显出典型的小约堂风劲 带到哪 郭省为伸手扣他的嘴 已经来不及了 寒庭服毒自尽 郭省为抛下尸体 查看自己的手掌 发现没有异样 说道 找任路的士兵 把这三个人杀掉 穆老头兴奋地吹了一声口哨 顾身为却禁止他动手 将这个简单的任务交给骑兵 三名俘虏不是被点中穴道 就是被折断筋骨 失去逃跑能力 面对数十只利剑 用北定语大声说着什么 但是没有赢得同行 剑无虚发 每个人身上都被射中失于智 莫林已经找来任路者 听到俘虏临死前的叫嚷 他们说龙王是恶魔转世 专门来祸害草原的 顾身为跳上马背 相信这个名声会跟随自己很长时间 也不算太错 起码他不是来造福的 队伍刚刚调整方向 南面突然亮起一片火把 顾身为虽然没有进入埋伏圈 离得却也不算太远 这回我可以杀人了吧 穆老头兴奋不已 可是火把越来越多 伏兵好像有成千上万 他有点含糊了 武贵王八蛋 草他娘的十八代祖宗 咱们还是变炮变打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兵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七百四十集 即使是正当的撤退 也时常会演变为溃逃 这是左将军 独孤献的观点 顾身为一直记载信里 他对自己身后的 五百名士兵 了解极少 相互见甚至存有猜忌 在这种情况下 边跑边打 就是一记昏招 他制定的计划是 边打边跑 顾身为派出五名骑兵去 搬去救兵 然后下令队伍向左前方进发 抢占一处小丘 排列阵型 准备迎敌 士兵们遵守命令 但顾身为能感觉到 强烈的紧张气氛 远处的成片火把快速靠近 马蹄声轰轰作响 莫灵观察一会儿 至少有三千人 莫老头黑黑笑了几声 自由就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龙王 咱们犯不着在这等死吧 趁着敌兵还没有形成 暴危之势 冲出去吧 接着 压低声音说 可以把这五百名骑兵留下 能挡一会儿是一会儿 土狗听到了 连连摇头 这样做太不仗义了 龙王会落下坏名声的 笨蛋 你以为龙王是江湖侠客吗 在乎什么名声啊 萧雄啊 先得保住自己的命 别以为我没看过书 中原历朝开国皇帝 跟人争霸的时候 不都经常弃军逃顿吗 所以龙王用不着 不好意思 也别听一条老狗的主意 我敢保证 就是白胖子在这 想法也跟我一样 范文是肯定不希望龙王冒险 但这一次 郭神威并非有意冒险 而是不得已的选择 在辽阔的草原上 想要甩掉数千人的追杀 根本没有可能 就在穆老头唠唠叨叨的时候 火把已经向两边蔓延 形成包夹之势 穆老头哀声叹气 觉得自己的逆耳中言 没有得到重视 因为战友绝对的数量优势 扶兵的第一轮进攻 简单直接 敌军首脑显然是 想速战速决 勇气常常来自灵光一闪 郭神威就是这样 突然决定将 边打边跑的战术 再向前推动一步 他要主动出击 他命令莫林 约束士兵留在原地 不要让敌军靠得太近 百步之外就可以放箭 再替我找士兵射数最好 射得最远的人 莫林用北庭语说了几句 立刻有三十多名骑兵 驶出行列 大都是剑士军 全要了 顾身文一说 从一名士兵手中 讨了硬弓和一带剑 派马前驰 三十四名神射手 尽随其后 等到龙王跑出十几步 徒狗茫然说道 我不太会使弓箭的 不用跟上去吧 莫老头满意地点头 嗯 龙王只要射手最好的人 咱俩连普通都算不上 还是老老实实待在这 等到断兵相接的时候 才轮到你我大战身手 顾身为前进大概七十余步 调转方向 绕着几方军队兜圈子 在颠簸的马背上射箭并不容易 顾身为经验不多 但他很快找到诀窍 在一起一服之间 仍有片刻稳定 那是瞄准放箭的最佳时机 火把越来越近 在一片黑暗之中 很难判断这些亮光的距离 却非常方便寻找目标 顾身为射出第一支箭 身后的神射手 几乎在同一时刻松开弓箭 距离稍有些远 普通骑兵不会在这个时候放箭 对顾身为等人却不是问题 火把熄灭了一小片 响起一片惨叫声 34名神射手同时呼啸 敌军也开始放箭 打到没到近前就落在地上 只有少处飞到目标上空 众人低伏在马背上 催马加快速度 没跑几步挺身射出一箭 必有所获 顾身为兜了小半个圈子 敌军的前进速度明显放慢 最后完全停止 这是大叫大声的挑战 他带着神射手们返回几方阵营 龙王好手段 射得真准 莫老头高声叫道 用眼神示意图狗 跟自己一块拍马屁 相比之下 骑兵们的赞扬就比较简单了 同时喊出一个词 骤起骤落 短促有力 我身为一个阴姐也没听清 莫林正要解释 莫老头抢先说 他们在喊英雄 这是草原人对勇敢射手的赞扬 龙王 他们开始喜欢你了 相比于不可思议的刀法 北厅骑兵更看重高超的射数 以及不畏强敌的勇气 过身为举起断空 接受欢呼 敌军停顿片刻 再次发起进攻 莫林主动轻战 带着七十多名骑兵赢了上去 再次阻断攻击 甚至迫使对方后退数十步 过身为指挥剩下的士兵 提前放箭 挡住后方的敌军 北厅骑兵以远射为例 不擅长近距离冲锋 战术通常是追击 或者是隐忧敌人追击 在快速运动过程中杀伤目标 一旦遇到镇定顽强的抵抗 绝不以硬碰硬 孤胜威与莫林轮流带兵迎战 一直没有让敌军进入射击范围之内 莫老头发现情况没有那么危险 拉着土狗也去跑了半圈 不过除了叫喊助威 没帮上多少忙 第五轮阻敌之后 天边放亮 莫林提醒龙王一个致命的问题 剑要没了 这也正是敌军围而不共的原因 他们在等待龙王失去爪牙 只有上下一心的军队 才能执行有效的撤退 郭胜威看了一眼自己的士兵 觉得他们可用了 一波在前 一波在后 准备撤退 莫林迅速下达命令 他带领二百多名普通骑兵领录 顾身与近视军负责电火 两波军队相距不远 行进速度也不快 向东北部的一处缺口逝去 这也是北京骑兵常用的战术之一 从不将目标完全包围 而是流出缺口 又使目标逃亡 在逃亡过程中 最大的冲动就是加快速度 不顾一切的加快速度 结果导致阵线延长散乱 自己也没有精力还击 正为移动的靶子 所以顾身为严格限制速度 时刻确保前后两波军队互相支援 箭矢消耗过半 远距离射击就显得太浪费了 顾身为等到追击的敌军 进入到有效范围之内 才下令放箭 敌军留下十几具尸体 再次退却 不过他身边的骑兵 也倒下好几位 天亮了 穆老头站在马背上 突然指着远处的旗帜 咦 这不是鸟王的军队 当浮兵出现 所有人都相当然的以为 这是圣日王的轨迹 甚至没有对此做过讨论 就连顾身为也不例外 那是 日轨王的打击 穆老头吃惊地说 日轨王战死龙亭 他的将军折促 率领残军早已退回西部老家 怎么还有一支数千人的军队 留在这里 而且还躲过大量滞后的巡视 顾身为也很迷惑 但现在不是寻找答案的时候 退出五六里的时候 顾身为的军队受到一次不小的打击 顾身为此前派出去搬去救兵的五名信使 全被杀了 尸体被插在木窗上 显然是有意给他们看的 救兵是指望不上了 离此最近的树立图军队 也在数十里之外 他们的箭矢却已经所剩无几 墨林从前方转回 带来士兵们的请求 邓王 大家希望你能先走 我们至少还能挡住一轮进攻 穆老头露出一副 早该如此的表情 我保护龙王 这要拉开距离 咱们也不用骑马 跳进草丛躲一会儿谁能找到 老狗 你就算了 请攻太差 目标也大 还拎着一根比人都高的拐杖 还是别当累赘了 是个主意 顾身为说 龙王答应的如此痛快 穆老头觉得这不像是好事 日之王军队再次进攻 他们已经发现敌人的箭矢即将耗尽 因此逼得更近一些 龙王逃跑了 有人大声叫道 果然 缓慢撤退的队伍里跑出两匹马 一人穿着龙王的服饰 另一个身材矮小 确定无疑是龙王身边的护卫木老头 追兵立刻分为两路 一路继续进攻 另一路快马追击龙王 墨林成为指挥官 下令全军调转方向 朝西北冲去 那里才是疏力图主力大军的所在地 射中龙王了 远处有人兴奋地大叫 包围者又散去一大批 墨林率军突破阻拦 加速撤退 他们已经用光剑时 再也无力去敌 一名士兵资愿与龙王调换服装 在木老头的陪同下逃亡 吸引大量追兵 墨林一开始担心 这个小花招是否能生效 结果比他预想的要好 日主王军队轻易上当 但他们醒悟的也很快 甲龙王没有跑出多远 就被射中 暴露真相 顾身为尽量避免逃亡 但事已至此 除了全速奔逃 他们已经没有第二种选择 日主王军队重新追赶 一路紧随 另一路包巢堵截 这是他们再熟悉不过的战术 追杀没有还手之力的目标 根本用不着冲进敌群 只需要在安全距离以外 不停射击即可 箭矢向横扫过来的冷鱼 每一轮都能扫到一片士兵 顾身为建设过 北庭军队之间的战争 但双方之间的差距 没有现在这么大 这是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 草原射手的厉害之处 刀剑此时几乎毫无用处 他用刀隔开几支箭时 却救不了更多的人 士兵们将龙王围在核心 以血肉之躯 替他挡下大多数利剑 顾身为经历了一次惨白 开始怀疑此前的决定是否正确 或许木老头边跑边打的主意 才最有用 五百人军队伤亡过半 一支意外的援兵终于出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